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又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欢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西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 大家知道泰国早前亦有很多蟹人听闻的案件 涉及中国游客 记得那位38岁的中国美女 她在泰国失踪 在北柳府的坊教 发现了她的腿和其他的身体部分 当然人肯定没有了 现在还在查DNA 后来记得那个人去了澳门 好像澳门被人捉了 逮捕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人 想拿500元泰匹 看看原来那个人士 其实就是跟他去新加坡再去泰国 澳门被捕 这些事情令人很担心 还有事件不关泰国治安事 就是52岁的香港男子 巨捕在布吉 拿水而忘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点 这些是如果 就算是熟水性也好 但是你要知道 有时候一个急浪过来 你不一定是能够 这样 这些铺陈 是不是跟我们这案件有关系呢 因为你看到泰国 好像对于某些事情来说 发生的机率大一点 不是比别人大很多 但是听到的新闻也比较多一点 因为始终是华人去玩多 尤其是老粒 绑架 这次 之前Sidney 真的有学生去了泰国 幸好救了他 另外 记得有位台妹 他在布里斯本机场被捕回来 幸好 又是想去泰国 又是想去泰国 原来 中国留学生 现在被诈骗到泰国 其实也是 经常听到一些新闻 你说是不是 经常发生呢 我相信 你说经常发生就应该不是 但是 因为你始终华人 他一传出来 就传得好说 而且泰国政府也很重视 大陆的旅客 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地 但是这次 这个不堪的真相是什么呢 原来 这个 旅留学生 他是要钱 要钱 那他自己绑自己 原来 这个泰国警方就是 揭露了 因为他一定要说的 否则真的以为 治安很差一点 旅客不敢去 原来就揭露了一宗自编自导自苑 假装被人绑架向家人 取赎金的案件 泰国警方也接到家属的报案 迅速调取是CCTV的 原来当天找到女生的藏身之所 他在曼谷国际机场 之后就是 他一进机场就大概都 你知道 因为你有本护照时 其实他有心查你 他真的查到 原来警方也接到报案 就说一位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叫做王佳宝 哎呀 他父母当然是在担心 哎呀 好惨啊 我们女儿 被人绑票啊 在泰国啊 他父母也收到 歹徒要求要付300万人民币的赎金 否则就撕票了 因为 为什么这么害怕 真的有撕票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 38岁那位美女网红 就是被人撕票的 是真的被人撕票的 还有你不要忘记 有时候 好像是泰国啊 有时候可能去了菲律宾 菲律宾又是被人撕票的 就是有 两名华人被人撕票的 还有两名澳洲籍人士 在菲律宾被人搞定了 所以 一听到泰国 哇很害怕啊 这几个月有很多大案发生 尤其是对华人来说 那看回 原来 对方呢 他就拍了8秒钟的视频 王佳寶就被蒙住双眼 绑住双腿 原来据了解 他老爸是在 几日前 上午收到有关 绑票的微信消息 联络了女儿 在日本的就读学校 就得知 原来他28号 就已经离开了日本 前往泰国 他当然要向中国公安局报警 因为他也是要寻求领事 看看怎样做 和当地合作 亦都委托在泰国的 生意伙伴 原来 就是 报了警 向泰方 报了警 机场警方 因为他 一入警的时候 你说 没日子之后 是的 你机场肯定有CCTV 你想想 他那些 什么也有的 违禁品最反的 为什么他拍到你 一日机场已经有CCTV 拍到你 里面 他也担心执法人员不公 拍到你入境 一直拍 一直跟着CCTV走 原来机场监控也准开了排查追踪 发现 王佳宝 同学 在下午3点04分到达之后 去寄放行李4点03分 乘坐的士 离去博物馆 在6点10分前往 一个 周末市场 窄到窄 很多人去 还有这些出名的 会不会更容易找到你 窄到窄 到了 7月30号晚上7点 警方就追踪一下得知 王佳宝在曼谷 的一个地方 某个公寓里面 就是登门 查看 发现 他安然无恙在屋里面 现场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就把他带回警局 向家人报平安 警方就向他 查询之后 他就说 有 有 有 犯罪团科 你知道 真的有这样的犯罪团科 是扮成中国公安的吗 记得吗 你犯了什么事 拿钱搞定他 解决他 是 又有犯罪团科 偽装成为中国公安 原来 就说 王佳宝的银行账户 涉嫌违法行为 如果你听上去 又是诈骗犯的 叫做老老 一条救的方法 亦有很多人受 才麻烦 必须进行排查 要求他 多次转账 总额高达50万人民币 王佳宝说 不想家人担心 不敢告诉老老老老 就说这笔钱是用来学习用的 读书的学费 其实 他打电话去学习 是不是知道你学费多少 是吗 学费 你用其他借口可能容易一些 接着 犯罪团科就要求他 从日本到泰国 就可以帮助他减轻这个罪责 他就说 我当时很害怕 很乱 乖乖地去泰国 读字去泰国 这个 令我想起 之前有一宗也是留学生的 在澳洲的 压高单是真的 不是自编自编 那宗是真的 那时候我觉得 好像是自导自编自缘 但结果那宗是真的 但今次这宗就是 自导自编自缘 想 骗多少钱 泰国警方也说 这个犯罪团伙 的目标 其实 真的有个犯罪团伙 主要是外国留学生 包括奥地利 纽西兰 加拿大澳洲 日本留学生 幸好警方 搶前一步 找到受害者 而且 他父母也 没有轻易就犯 这样汇款 不过是这样 他说真的犯罪团伙 但是 他就说 这位 王同学 其实 就是 想要钱 拿些零用钱 零用钱三百万人民币 多少 对吧 需要那么多 另外 当然 你知道 现在也有人 担心去泰国 我们也说了 最近 泰国也发生了几宗 令人震惊的事件 包括 我们也有说过这一节 有几名越南的旅客 其实他们是越南旅客 但有几个是持有美国护照的 遭到人家下载 下载其实 好像是一些糾纷 另外也有说 在巴提亚坐商牌车时 意外跌下来 那个好像他们说是警察 记得吗 就是说他们 什么警 什么什么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良心 意外而已 对 也有 这个劲 我们节目也说过 因为香港女儿无特意 被她男朋友 搞定了 一时间 香港人 对于泰国治安 都感到担心 但其实 你稍微分析 其实 你说是不是 真是 麻烦得这么交关呢 我觉得 他治安 会不会比香港差一点 我觉得是差一点 但是 未差到 那个是无法无天的水平 说真的泰国 他也是 公道点说 他 都担心自己形象受损 其实他们对于一些执法 我相信 现在这个 赛塔政府 他也是严厉执法 如果不是做坏过头 你知道其实 疫情期间 他们很惨 很辛苦才捱过来 他不想令到自己的 这个旅游是禍下去的 还有 你知道 其实他们很多事情 只要涉及中国旅客 他们是很重视 涉及哪里都重视 但是上次有个中国旅客 这些偶发性事件 商场被一个 叫做年轻辣低了 其实 赛塔也亲自 是有交代的 之后也去了中国 好像越南这宗 落野事件 因为钱债九分 自己人 自己人 巴提亚事件 纯粹意外 而这个女无特意事件 是他男朋友做的 也不是外人 当然 你说泰国治安非常好 这样也不是 但是 你说差到 不敢去 那我都不知道 如果你让我不敢去 我都说过菲律宾 我就不会去 看看 当然 胡先生 他肯定出来说话 泰国通 究竟他有没有利益冲突呢 姑且听下他说什么 胡卫聪 他就说自己 生活在泰国多年 无论是他自己 或是身边的居泰港人 亦是 甚少遇上被行劫 其他的这些罪案 当然 你可以说你们好运 但是泰国是一个 人口超过七千万 拥有 甚多省府的国家 有恶犯罪都不出奇的 世界各地 无论是美国 还是日本 先进国家 一样有同样的犯罪 看回网络世界 其实有人 就是 喜欢泰国 亦都有人 无缘无故 这样有敌意 其实究竟什么事 就不知道 之前 KK元事件香港保安局 已经是澄清过没有一名旅客 是从泰国被人脱离 当中香港的苦主 全职求职陷阱 就是 通过WhatsApp by the way 我WhatsApp 不知道为什么 被这个 Matter清了 他说我违反 什么条例 但是我WhatsApp 十年都没有打开 很少用 是否有人盗用 是否有人盗用 也不奇怪 其实我也没想着申请 真的很少用 大马虎也知道 我们两个真的很少用WhatsApp 因为 说真的 你找什么诈骗信息 我觉得WhatsApp 才多诈骗信息 等一会又叫什么 你想赚什么 多少钱澳币 一周 我觉得这些才多诈骗信息 尤其是大流行当时 很多 所以你说叫我开回 我可能也不可以是由他 没什么所谓 很少用 没有就没有 但是你知道 一传十 十传百 今时今日 你说是否真的 还有人在泰国被绑架 也是 也是 但是你说是否恐怖到 不去 我又觉得未必 到了 是 地步 事实性于红变 看回 其实今年泰国 也是 破了疫后的纪录 破了疫后的纪录 也有纪录 泰国是 世界十大好玩的地方 看看你玩什么 是吧 胡先生说 除了他之外 泰国也有很多居泰港人 如果国家治安那么糟糕 相信他们也会 速速逃走 完全没有留下必要 说真的 再糟糕的地方 也有人找到 老实说 这个我觉得 做不到任何的证据 但是你说 是否真的差得 是那么紧要 我又真的觉得 未必 除了港人之外 亦不少是 台湾人 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在泰国居住 大家看一看 反正是 这些 我觉得 为什么 他会做得好一点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 收入来源 知道自己 需要通过旅游业 去赚钱 所以 他们会做得特别糟糕 我觉得他们 怎样都会做得好一点 因为始终的旅游业 对于他们来说 太重要 对于他们 太重要 刚才我们说 巴提雅那位 52岁男子 他脆水而亡 这些意外 也不是 每个上有的 还有这些 究竟什么事 大浪冲走 帮他做生肺复苏 所以都是那句 你懂游泳 不代表你可以 抵倒浪 因为我们这里 经常有冲浪比赛 你想想 好 有些浪是 几层楼那么高 当然 你可能 为什么浪是那么危险呢 是这样的 因为 他有个不确定性 是预测不到 你说大概 你应该知道 那天浪高浪低 但是 有哪一刻 突然之间有个大浪 你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是的 不知道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 亦是传开了 但是 你说是否 怪泰国也好像怪不到他 因为 在青蛙 有人 一对中国夫妇遭遇不幸 一棵大树就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 他们在走的索桥 导致他们从高处跌下来 妻子后来因是伤重而离世 这个人 当然你都可以说 他应该检查树的什么 我是这样看 泰国这个地方 你叫他 西方都不一定做得到 这么多树 他怎么可以检查 我觉得这是不幸的 原来 44岁的女子 姓陈的 另外一位46岁 她丈夫 是 留的 就是在 医拉网救援中心 送他治疗的 原来 他们玩完了 是一个叫滑索 所以这些 这些叫做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我觉得 除了他要做好一切的防范 措施之外 其实你自己都要评估一下 嗯 好像跳散的那些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评估 对有笨珠针那些 我不说一些硬件 其实 你身里面 或者你会有些病 心脏有没有事 有些人不知道 是吗 当然我不是为泰国 说汗的人 我觉得 泰国仍未差得这么交关 是否与一些国家有差距 是有 但是你想想你衡量 它的好玩程度和性格比 其实你就要衡量 反正觉得有点危险也不行 你就去其他地方玩 是吗 你也可以去的 但是这些活动你也没有玩 就好像为什么 我是很少 在澳洲以外的地方 玩水上活动的 因为我是相信澳洲这个国家 我是相信这个国家 到今时今刻也是 还有我觉得 你说什么水 泰国有的 我们也有 你说每个国家不同 是不同 但是 活到我们这把年纪 就和小孩开心 就算了 其实大宝招也可以 大宝招 也叫做世界八大奇迹 都可以玩一下 我们开车四五个小时 去南大宝招 这样去玩一下 那费用是不是贵 其实是贵过去泰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衡量 就好像很多 澳洲人不是去Tasmania 为什么贵 贵 那你就看看 有些人觉得 这个价格不值 你又好像没什么玩 国内游 那我不如去其他地方 所以大家衡量 亦衡量 好了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 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